四項口 我們來開一個 我們開店所 需要的一個設備 就是這個 凱茨的地毯機 我們就買這個型號 因為它是可以 接110的電 我們是覺得用110的比較方便 它在上一號再大一台 是要用220的電 那我現在直接開箱 好嘞 好現在打開 所有的配件就是這樣 跟主體連接的管子 罐子就是跟這個配在一起 這應該是 因為它是一邊會一邊噴水 然後一邊 吸塵 所以你的水就不會弄太死 這是管子 再來就是它的 主要的噴頭 那兩個管子 一個是接這個吸塵 一個是接噴水 好這個是 主要的構造這樣 嘶 好 好這個 說明書 好 本體出來了 本體就是這樣 這一個是清水箱 一個是污水箱 這就是開關 OK 那我把它拿出來 好 機器本體就是這樣 這個蓋子拿起來 這是裝污水的地方嘛 所以就可以整個水桶拿出來倒掉 那這邊是清水箱 清水箱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裝清水之後 倒好 然後這個蓋 蓋好之後 再來呢 用像剛剛說的東西 這個就是連接管 這個就跟吸塵器一樣 把它塞上去 好 因為這是會有乾濕的 所以 就可以邊噴水 所以把這個頭給上去 就可以噴水 快速接頭 然後呢 這一頭 一樣接這個 一樣接上去 這邊一樣接上去 好 這樣就裝上去了 然後呢 再配合這個吸地毯的頭 好 這樣 這個開關呢 這有兩個嘛 一個是 你要 單純吸塵的話 這個就是按下去 就是會有吸塵的 的作動 那如果你要邊吸又邊噴水 邊噴水又邊吸的話 就是要按 按這個 所以你兩個都按的話 就是 最完整 就是又吸又噴 再來這個槍 這個就是 控制 控制出水的開關 不出水 就不要按 接下來就是實際操作看看 看一下 用的這台機器 有沒有 效果 好 就這樣 剛剛介紹完它的內容物 這台 好 這台 那我們就來試用看看 然後呢 欸咻 來看一下喔 這次要做實驗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看起來 很髒的 不知道 好 試試看 它單純只用 噴水加 這樣吸成 吸過的 整個效果 正常來說是要先用 泡沫 先去讓它 抹過一邊之後 再把多餘的泡沫 把它 清洗掉 才會比較有效果 不過我想要先試試看 OK 開始 噴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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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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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